修学密宗密秤的人 他一定要守得十四条戒律 你修密秤会不会成就 就看你这十四条有没有违犯 守得有没有经言 或者是如果说有违犯 是不是有忏悔还复清静 这是相当的重要了 对上师身口意的不恭敬 这是第一条 为什么是第一条呢 因为金刚上师呢 这是你的密宗的上师 首先讲上师两个字 上师这两个字呢 又叫灵性的导师 你的心灵 你的灵性的导师 要来射受 引导你的灵性呢 达到证悟解脱 乃至成就无上福到的导师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在密宗称为严厉的对境 为什么 在续部有许多的教证的依据 那个全知无构光尊者 在诗子妙力圆满续 他的里面有讲到了 其他的罪业通过忏悔 有清净的机会 而上师是一切 坦诚的主尊 所以如果毁谤了上师 这种罪业 无法得以清净 这种罪业的邮 我们下来说 你怎么办 那么这个罪业 我们下来说 就是这种罪业的 词